8月18日星期二九哥晚报 苹果果然是良心股票 什么? 星期日详细再看看 巴郡在6月底的持股情况 这是每一季股神公布业绩之后 除了现金总数有多少之外 投资者特别留意股票的变动情况 首五是没有变动的 苹果占了整个组合已经到了44% 因为股价涨得多 根据2019年股神提到 当时苹果股票的平均成本 大概是$141 很便宜的 所以持有是比较容易 而大家现在冲进去四百多元买 是另一种考虑 星期日巴郡公布的持仓转变 第一次买入了Barek这个金矿股 使得市场非常意外 昨晚立刻反映出来 股价涨接近12% 相反减持了什么JP摩金 高敏那些都分别下跌超过2% 他的投资取态仍然是非常举足轻重 我继续说回股神持有超过四成的苹果股票 今天的主题 苹果果然是良心股票 这位分析员必定了解到 做苹果的股票分析 首先要看他的回购金额 以及他的回购取态 他第一句评语已经得到分了 他今年知道 大家现在知道有七百亿已经是市场共识了 其他的财务数字分析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下面的看点也不太重要了 这就是苹果从2013年开始回购的数字 到2019年底已经回购超过4600亿 或者这就是当公司越来越大 回购的股票可以使得流通的股票量减少了 这未必很多人会知道 就可以把财务数字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就是每股盈利 EPS提高了好看 上星期五看到这个公布 没有提到星期日 苹果准备发行55亿债券 年期长达40年 主要目的是什么? 回购、派发股息 以及其他企业用途 对于不知道苹果数字的人 这个消息很正常 九哥经常说他病 如果大家知道苹果现在持有的现金数字 接近2000亿 至少可以持续回购三五年 借55亿其实也挺病态的 当然我觉得苹果的财务官 或者其实是天曲叫他做的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进行了 市场第五次的测势行动 不知道是第四还是第五次 当然上一季业绩良好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股价由7月30日公布业绩之后 已经涨了接近20%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同意 苹果果然是良心股票 因为管理层 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的意见反而就是 要不要做到这么尽 或者像昕爷在九品芝麻冠那里 用老母这两个字用到这么尽 那种做法差不多 对于一家全世界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 刚刚现在处于美国向中国 在中国不断进逼的客观环境之下 最近又说到美国向微信有禁令 会不会影响苹果在中国的业务呢? 这是天曲稍后的重要课题 不过他一直处理政治问题的手腕 非常圆滑 应该是有惊无险的 当然也要看美国 另外也不断向华为的封杀行动 最近说到晶片封杀到 总之可能好像明年开始就说 华为不用指望可以再做得到机器 因为基本上全世界都被封杀了 去不了帮他做不了机器 会不会这样的行动影响到 稍后中美进一步的关系呢? 相信这个风险 是没有在现在苹果的股价反映出来的 或者我也想给大家看看 这些就是我很多时候分析股份 一些股值的工具 现在我在用的是苹果 不要说它的价值 这个叫市政率 现在在历史新高 大家明白什么叫价值 现在是几十倍的股价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 就是价值去售价已经去到七倍了 其实跟其他公司比较没什么意义 但如果跟苹果 现在去到不是历史高位 但是跟07、08年的时候 比较去到差不多那时候的七倍 那时候为什么也这么高呢? 没错了 07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iPhone刚刚面世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金融风暴的时候 销售开始很差 但是前景很好 现在的价值是七倍 大家会不会可以想象到 现在苹果会出现什么 精细的产品去证明自己值得这个比率呢? 大家如果能明白这个几率 其实会明白 现在买苹果的股价是非常危险的 好了,说回日常的简单数字 今天来说一点 美股昨晚个别发展 纳指再次破新高 科技股大部分都涨 其实反而苹果昨天不知为什么会跌 标期就是在这里 昨晚还差十几点才去到历史新高 还差十几点 今晚应该有机会开香槟 看这两天继续向上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纳期静静静地又已经去到月线保顶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经常看月线 现在在月线保顶上面 是大概4% 我留意到在8月整个月里面 现在的股价全部在月线保顶以上交易 其实这是稍后出现大型调整的机会 逐渐上升 你自己有空去看看图子 有多少个月可以在月线保顶上面 不用说三保顶 你看看在那里买的风格是什么 但现在看到这些股价是没有即时沽空讯号的 现在你走出去沽 其实我会说你是傻子 通常这些技术情况会由突发的消息逆转 不一定是要坏消息 坏消息当然会跌下去 也可以在好消息上升然后买用逆转 不知道会不会突然之间的拯救方案 参议院说好了,怕你了,搞吧 这样就变成了 不过我没有消息 只是说这些可以随时发生的事情 A股健康牛 我今天想说可能是回来的 为什么我几天都没有说 今天又提到呢? 看到图表形态是说 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早两个星期还有这条死亡交叉 本来就下跌了 现在已经完全拗转了 回到今年的高位 今天早上基本上过了 如果用周线图比 你会不会可以比较到 跟这些 譬如2018年初 或者2019年去年过年之后 上升市有点不同 会不会像现在说的15年 还蛮牛 要看回美股 当然它不可能独善其身 但是人民币持续地下跌 因为受惠于美元指数一直下跌 其实人民币下跌 美元也是人民币下跌 人民币强势 是会有利A股上涨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 EEM很多时候我都会说 这是新兴市场的股票 我年初七月做下半年的预测时 我都说了 美元回落会有利新兴市场 现在它已经来到今年的高位 接近准备上破 这就是美元弱势 使得新兴市场走强的反应 今天我说一个我很少提到的天然气 因为我知道有几位网友都好像在坐艇 我关心他们 因为在周线图上 我看到它有一些强烈的反弹 上到现在差不多200周 那... 自己看看是不是脱身的机会 这趋势其实是一般的 除非你看到美元会大幅回落 否则这些不知道会不会是走人 我不帮你决定自己独立思考 看看是否走人的机会 最后也要继续留意10年债息 如果上涨0.8才是一个警号 简单说 要留意美元指数怎样可以过得到20天 今天有个朋友问我现在还在下跌 没错 所以因为在下跌金股其实现在也继续做好 金、银那些都过了 原先的10天平均线 或者0.0100都过了 因为美元指数继续下跌 现在跌到之前的低位92.5 再下跌的时候可能会继续上涨 不过就是说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会上涨的时候 这可能是任何金股转向的讯号 最后 好 想提提一提的一位朋友 我做节目前刚刚收到这位网友叫做Alancius 他很少留言的 他跟我说 他说狗哥频道成功的地方 是会去看明外国文章和分析 让香港人跳出香港开眼界感恩 非常高兴地说出我的心底 其实很多人炒港股以为对着港交所的那些号码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的 认识全球市场 就是我们所说的Global Market 包括了什么? 股票和FICC 四个东西里包括FICC 是债券、货币和商品 四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 我会继续在视频里让大家认识环球金融市场 或者 我开的投资基础班 大家会更加明白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千万要记得上面全部讲的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独立思考 有问题继续简短发问 继续留意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和黎曼系列 用来温故知新 最重要是大力点赞 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发生着 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